他叹了男朋友一眼后 二话不说就把他拉到房中 紧接着就振振有词地说道 你故意回话我的形象 没有啊 你说惹我生气了 不是暗示着我脾气不好吗 这是明晃晃的借口 他真正的目的 是想让男朋友睡在床上 周生辰听话地睡到了一旁 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同一张床上睡觉 看他局促的动作 就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 他乖乖地躺在一旁 不敢越雷池半步 拾一替他盖好被子 就开始了灵魂三连问 这一间屋子 是你小时候住的 嗯 那那个时候 你和外婆就一人一间卧室啊 对 很小的时候你就住过来了 是 周生辰 周生辰简单地回答 让时宜很是郁闷 他突然坐了起来 吓得周生辰抖了三抖 他认为再这么聊下去 天就被他聊死了 可是这就是周生辰的生活 不会聊天不重要 他可以教他 时宜认为只要他在身边就好 雨水稀稀利利吓得不停 周生辰想把窗户关掉 他怕时宜受凉 但是时宜阻止了他 他想听着雨声睡觉 再说了 这不是有被子和你吗 时宜躺下了 周生辰为他盖好被子后 自己也躺在了一边 时宜突然想看着他睡 这个老实人就转过了头 时宜感觉到幸福从脚底板起来 这些东西他前世求之不多 在今生他能理所应当地享受 第二天一大早 周生辰拉着时宜来到外婆身旁的时候 我看见有喜鹊落在了墙 今天我想当着外婆的面 问你一句话 你问 我想跟你先注册结婚 然后过后再补办订婚仪式和结婚仪式 你怎么想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 这让时宜猝不及防 他不知道怎么和父母交代 而周生辰生怕再发生意外 他一刻都不想再等 时宜本以为自己会立即答应 可是此时他心情非常复杂 他需要一点时间去平复 紧张 开心 兴奋 害怕 这些情绪掺杂在一起让他有些忐忑 这份幸福来之不易 有点不太真实 可能周生辰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所以当幸福来临时 他才会手足无措 等一切归于平静 在周生辰焦急的等待中 时宜终于走了出来 一切水到渠成 他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了林叔 领证的时候 时宜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 这一世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们走进婚姻登记处 这天下午 一辆轿车停到了老宅门口 只见老太太从车上下来 自从周生辰生母去世以后 她再也没来过 今天为了孙媳妇 她破天荒地踏进了老宅大门 周生辰也变成了宠妻狂魔 她领证后的第一步 就把自己财产的一半分给了老婆 周生辰 怎么了 你竟然真的结婚了 等音 好 感谢观看